我无意撞见了偷偷改志愿的妹妹 吻上重点本科的她为了和混混男友在一起 打算改报野鸡大学 我及时阻止了她的行为 她却怀恨在心 第二天故意让我顶着高温给她去市场批发冷饮 我想晚点去 我妈却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呵斥我懒惰 不得已 我只能硬着头皮出发 谁知回来的路上丧尸爆发 好不容易甩掉丧尸 眼看见了门就能安全 妹妹却把我锁在门外 我崩溃祈求 他们却无动于衷 最终我被丧尸活活咬死 重活一世 看着偷偷改志愿的妹妹 我洋装什么都看不见 而是笑着主动出击 天气太热 要不姐姐去市场给你批发冷饮吃 谁允许你随便进我房间了 妹妹慌张又愤怒的声音响戴耳畔 让我从被丧尸撕碎的痛苦中回过神来 我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恶言相向的妹妹 她满眼惊慌 试图用身体遮挡电脑屏幕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刻意的举动 让势力极佳的我注意到电脑屏幕 并且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她正在修改志愿 原本能吻上重点大学的她 准备把志愿填到一所野鸡大学 熟悉的一幕让我瞬间明白 我这是重生了 重生到无意间 发现妹妹修改志愿 丧尸即将爆发的前一天 上辈子 妈妈指使我去给妹妹送切好的冰镇西瓜时 无意间发现妹妹正准备修改志愿 只为了能和混混男友读同一所大学 那时候我发现了她这一举动 立马制止了她的行为 妹妹一改以往地嚣张跋扈 哭着求我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说她只是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无论多好的大学 都不如她的爱人重要 我没答应 警告她不许修改 否则我就会向妈妈告发 不得已 她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谁知却记恨在心 第二天艳阳高照 她却故意让我顶着高温 给她去市场批发冷饮 继父也在一边煽风点火 他们骂我妹妹聪明 连这点事都不愿意做 是家里的蛀虫 逃窜中 我弄丢了给妹妹买的冷饮 被妹妹锁在门外 我拍着门哭喊 说有丧尸 让她给我开门 谁知道 妹妹却哈哈大笑 说没有冷饮我就不要回去了 少用这种幼稚的借口 骗她开门 骂我活该 谁让我不让她改志愿 继父和妈妈 同样在门口说风凉话 我错过了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 被后面的丧尸追上来 最终被活活咬死 我问你话呢 你聋了 见我不说话 妹妹站起来继续呵斥 反应过来的我洋装什么都看不见 将装着西瓜的盘子 递给她笑着回话 妈妈让我给你拿西瓜吃 随后又问 天气太热 要不我去市场 给你批发些冷饮吃 大概是见我没有什么异常 妹妹立马松了一口气 接过盘子的她道 好啊 我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转身离开 走出房门的时候 听到她在背后嘀咕了一句 蠢货 幸好还有点作用 我懒得跟她计较那么多 而是快速走到客厅 冲着我爸我妈开口 爸 妈 妹妹说想吃冷饮 要不我现在就去市场 给她批发点 对于妹妹的要求 妈妈和继父 从来都不会拒绝 这次也一样 听到我的话 他们还不忘了嘱咐一句 既然是去批发市场 那就顺便再买点牛肉 鸡蛋牛奶也买一些 你妹平时用脑过度 这下考完试 要好好在家补补 正合我意 我忙开口 东西这么多我拿不下 要不 我开车过去 继父不耐烦地 掏出车钥匙丢给了我 既然开车 就买多一点 我接过钥匙 高兴地应了一声 好嘞 这一次 我这个多余的 就不打扰他们一家人 相亲相爱了 上辈子 我是被骂着去买冷饮的 当然不敢再提开车的事 骑电瓶车 又晒速度又慢 关键时刻逃生 都没办法办到 这辈子 有家里的面包车 就不一样了 不仅不用晒太阳 而且还能在丧失爆发前 购买足够的物资 拿到车钥匙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开往市场了 妹妹和我同母义父 由于她是妈妈 在婚生下来的孩子 所以 从她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我变成了家里人的眼中钉 妹妹被宠成公主 而我更像她的佣人 明明上学 同样名列前茅 妈妈却为了送妹妹 读私立学校 而让我早早地辍学打工 从小就渴望得到 妈妈关爱的 我从来不争不强 努力扮演自认为 好姐姐好女儿的角色 甚至在按月上缴工资的同时 偷偷攒了三万块 只盼着妹妹考上大学 能够给开一个惊喜 但现在看来 全都不用了 哪怕我对她们再好 也没有谁真正拿我当家人看待 如今 我要用攒下来的三万块 买一些物资 支撑丧失爆发的日子 能够生存下去 我知道 除了购买必要的物资 还要远离人群 通过某乎 我查到了丧失生存手册 于是直接选择了抄作业 通过手册我得知 丧失传播最快的地方 正是人口密集的位置 在那种情况下 想要逃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除非 我暗暗攥紧了 放在口袋里的钥匙 或许雇主聘用我 每周进行一次 大扫除的那套别墅 可以派上用场 而那套别墅 恰好在距离市区 两个小时车程的山顶上 那是个绝佳的环境 屋子不仅有坚固的大铁门 还有高高的围墙 最重要的是 前后两大片院子 假如被困得太久 我还可以开荒种菜 这么一想 买其手册里所说的 所有必备物品 除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饮用水 我还特意买了通讯设备 一台收音机 丧尸全面爆发 会造成网络瘫痪 反而是这种稍微原始的设备 到时候还能用得上 当然了 除开这些 我还买了面罩 以及防身武器 瑞士刀 冰工铲 球棒 家用太阳能电池板 必备日用品等等 也不能少 又买了台无人机 方便以后侦查外面的情况 毕竟丧尸爆发后 即便躲在家里 也要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 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种子 有备无患 丧尸全面爆发后 血液渗透地下 地下水也会遭到污染 因此净水装置 同样很有必要 东西跨度大 购买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等我采购完这些物资 太阳也快下山了 我知道 接下来就是把车子的油加满 然后去山顶的别墅 把买来的东西放好 做最后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候 我妈催命服侍的 电话打来了 我没有选择接电话 而是继续把车开到加油站 等车子停稳以后 我才走远离一些接听 还没来得及开口 电话那头便传在 我妈的咆哮声 黄佩琪 你怎么回事 让你去市场买点东西 到现在还没见影 不知道太阳都要下山了吗 我扫了一眼夕阳西下 敷衍地开口 去市场的路上车爆胎了 东西也还没来得及买 现在正在修车 修车师傅说 咱们家面包车有些老旧 还有别的毛病 只能在这里等着 我爸过来看着 换我回去 继父十分抠搜 还有被迫害妄想症 每次车子出问题去修 他都要全程盯着 说什么修车的人 会趁着车主不注意 偷偷换掉原装的好零件 所以这回我说等修车 他们当然不会怀疑 而我所在的城市 号称四大火炉之一 再加上本身都是炎热的夏季 虽然太阳都快下山了 但还是烤人 我苗栗眼手机上显示的温度 都六点半了 居然还有三十四度 这个时间点 我妈肯定在追偶像剧 妹妹在打王者 至于继父 肯定也在拼命上分 要她过来 看着修车工修车 百分之百不同意 果然我很快便听到了 继父的声音 我去什么去 佩琪在那就行了 这么大的人了 别什么事都要我们做主 我在一旁笑得欢 是啊 我已经长大了 的确可以自己做主 所以这次囤完货 爸爸妈妈还有妹妹 你们可要好好照顾自己 果然 我妈在听了继父的话之后到 刚你爸的话听到没 我应声 听到了 我妈满意的嗡了一声 最后还不忘吐槽一句 真是烦死人 车子早不爆胎晚不爆胎 偏偏在你开出去的时候爆胎 说完才挂断电话 解决了家里的事 我重新回到车旁边 车子刚好也在这时候加满了油 正当我付了钱准备上车时 手机弹出来 两条妹妹发来的消息 一条是她喝着百事可乐 吹空调的照片 一条是语音消息 黄婉莹 爸爸担心我热 眼瞅着你不回来 专门出门给我买了饮料 还有西瓜解暑呢 我扫了一眼并没有回复消息 而是直接退出 上了车往山脚的方向行驶 饮料和西瓜 他们最好买多点 毕竟明天之后丧事爆发 最难抢的就是物资 当然 前提是有命出去抢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终于抵达目的地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越到山顶越是看不到人家 但对于我而言 即便黑灯瞎活也不是难事 毕竟这个地方我熟 打开大门后 我把车开进院子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 进去后就又把大门牢牢锁上 做完这一切 我才把放在车里的东西 一件件卸下来 50斤的大米和面粉一共十袋 方便面暂且拿石箱 饼干若干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干菜 例如干海带 豆皮 腐竹 粉条 豆角等 肉罐头也买了很多 除了这些 还有就是日用品了 剩下的全都是饮用水 当然了 这些东西越多越好 尤其是饮用水 只可惜车子装不下 明天我还得早起 赶在丧失爆发前 再采购一趟 把漏掉的 以及需要补充的半坨 别墅很干净 也很空旷 虽然家具什么的设备齐全 但吃的东西几乎没有 除了每次我来打扫时 需要的几瓶水 以及几袋方便面 再没有其他的了 我特意选了一间 离卧室最近的房间 把东西搬进里面 每收拾好一样东西 我都会做好统计 直到忙完 已经是半夜12点了 物资基本上没有落下的 明天只需要再补充一些 比较容易存放的蔬菜 例如土豆 我强迫自己睡下 毫无意外 早上才6点钟 我已经醒来了 简单的洗漱完毕 吃块面包 便匆匆出发 两个小时路程到市区 刚好超市开门 虽然上辈子 我外出遇到丧尸的时间 是下午2点多 但不难保证 丧尸爆发的时间会更早 所以我必须尽快买完 需要补充的东西 等我买完东西 驱车离开 刚好9点半 即便是我一个女孩子 在外面过了一夜 我妈不仅没有打电话 连发条消息询问都没有 没有谁关心我昨晚上 到底住在哪里 有没有吃过饭 但无所谓 我的家人 早就在上辈子 抛弃我的时候 彻底断绝关系 车子上了绕城高速 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 再次看了眼我熟悉的城市 回想上辈子 从批发市场回来的情形 我依旧忍不住冒了冷汗 我清晰地记得 那时候的我骑着小电驴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见前面的车辆 突然打转方向盘 和旁边的车子撞在一起 因为是车流较多的路段 经常突发交通事故 不少车子都有磕碰 被磕碰到的车主 骂骂咧咧从车子里走出来 然后打电话报警 不少路人停下来围观 所有人都唏嘘的时候 从那辆肇事车里歪歪扭扭 走出来两个浑身是血的人 打完电话的车主 看到罪魁祸首浑身是血 也忘记了说话 呆愣在距离肇事者最近的地方 哪知肇事者突然朝他扑来 狠狠一口咬在了他的胳膊上 撕下一大块皮肉 人群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再加上道路阻塞 被抓伤以及咬中的人 陆续发生变异 成为新的丧尸成员 对身边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 看到这一幕的我抖入筛康 骑着电驴扬长而去 可怕的是还有丧尸听到声音 一瘸一拐地跟在我身后 好在他们行动缓慢 没多久便被我甩开了 从后视镜里看去 整个城市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给人一种末日来袭的感觉 11点40分 我如期回到了别墅 搬好车里的东西以后 我用买来的锁将外面的铁大门 加固了好几遍 家用太阳能电池板 按照说明书装好 净水装置 也在我灰汗如雨的情况下装好了 水源问题目前不需要担忧 因为别墅处于山顶的位置 屋主早就直接自建了一套饮水系统 山泉水引流在过滤 成为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做完这一切 我才回了房间 从冰箱取出一瓶冰镇可乐 吹着空调休息 拿出手机来看 居然已经一点了 可网上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等我凉快了一些 我才回复他们 妈 手机没电了 刚刚重好 车子修好了 我马上就回来 接着又回了黄婉莹的消息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昨天修改了志愿 要是嘴巴再不放干净点 我可不保证 会不会把这事告诉妈妈他们 黄婉莹 你敢 我 是是 黄婉莹没有再回我消息了 我闲得无聊 开始刷视频 刚打开手机 推送给我的 就是一条僵尸路的视频 再往下滑 还有商场有人突然咬人 给现场造成混乱 专家分析有可能是狂犬病的新闻 除此之外 正常的不像话 但我知道 这个世界正在某个角落 悄悄改变 上辈子我被袭击的 正是同一小区的人 就目前的时间来看 应该快了 山里实在是太清静了 比起城市 气温要低很多 尤其是开着窗户 吹着徐徐的自然风 气一极了 甚至我觉得 有种不真实感 要知道 在此前我能做的 就是不断的工作 赚到的可怜的一点钱 舍不得自己花 大部分交给我妈 黄婉盈也会在私底下 管我要零花钱 而我身兼两份工 平时顶着大太阳跑业务 周末来别墅做大扫除 不仅如此 只要我待在家里 就是他们的庸人 仔细想想 好似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 躺在沙发上 肆意地享受安宁 还在思索的时候 电话再次震动起来 这一次打来电话的人 是妹妹黄婉盈 电话一接通 她就在对面恶狠狠道 黄佩奇 我看你最近真的反常 难道是活腻了 你竟然还敢威胁我 就算你让爸妈 知道我改志愿了又怎么样 听好了 我男朋友是富二代 学习好不如嫁得好 难道这种浅显的道理 你还不懂吗 她还在说话 旁边已经传来我妈的惊呼声 老黄 你快来看一眼 外面那是不是 咱们小区的小张刘 她身上怎么这么多血 而且走路姿势也怪怪的 我妈的话说完 继父的脚步声传来 接着也跟着惊呼 还真是 该不会是小区有杀人犯吧 上辈子我正是被同小区的丧尸咬到 这一次 对活活撕咬的痛苦轮到他们了 我有些兴奋 但还是努力压制住了 装作不经意地问黄婉莹 婉莹 外面出什么事了 要不咱俩视频 我也看看 黄婉莹骂了句 神经 干啥啥不行 凑热闹第一名 她虽然骂骂咧咧 但还是挂了语音通话 转而给我打视频 伴随着镜头切换 我看到了 趴在门口的爸妈 正当他们盯着门口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砰的一声 我妈被吓了一跳 让外面的砰砰声又响起来 像是有什么人正用身体撞门 继父皱着眉头 并没有贸然开门 而是打电话报警 可她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没打通 嘴里嘀咕了一句 奇怪 连报警电话都站线了 我妈出声道 我瞅着怪吓人的 要不你把门打开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继父把门打开 原本正撞门的丧尸 突然抬起头 嘶吼一声 猛扑过来 这一次 无论是我还是他们 全都清清楚楚的 看到了丧尸的真实面貌 这哪里还是人啊 简直跟电影里的丧尸一模一样 死于一样 覆盖了一层白膜的眼睛 惨白的脸 以及嘴角还在滴的鲜血 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看到他的人 这不是个正常人 继父也被吓到了 但很快做出反应 一脚将扑过来的丧尸踹出去 随后碰的一声把门锁上 可邻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听到动静的邻居把门打开 外面便是一阵惨叫 不用说邻居已经遭殃了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几个人都吓坏了 黄婉盈因为吓得发抖 导致手机画面都跟着晃来晃去 我妈拍着胸口问 怎么回事 刚刚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反应过来的黄婉盈颤声道 丧尸是丧尸 跟电影里看到丧尸一模一样 爸妈 你们千万不要再开门了 刚才你们也听到了 邻居肯定也被咬了 丧尸是会传染人的 不管是被咬伤还是抓伤 一样变成丧尸 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问 不出门怎么行 咱们家没有囤多少粮食 也没多少菜 到时候就算不被丧尸咬死 也会活活饿死 继父开口安慰她 不要紧 佩奇那死丫头 不是还在外面吗 估计这会已经在市场买东西了 咱们让她多抢点粮食什么的 直到这时 黄婉盈才注意到了手机里的我 她惊呼道 黄佩奇 你不是说你快回来了吗 你现在在哪里 爸妈 你们看 黄佩奇根本不在市场 她不知道躲到哪了 舒服得很 继父和我妈 这才把脑袋凑到手机前 看到我以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震惊 但很快 我妈就开口道 佩奇 你盛世还在外面 外面有丧尸 咱们家囤的粮食不多 你不是去市场吗 赶紧先过去 买些粮食带回来 我撇撇嘴拒绝 去不了 妈 你都说了 外面都是丧尸 丧尸这种东西 见人就咬 小区都有了 更何况是市场 反正我不去 我妈听了这话 戏不打一出来 好啊 你这个死丫头 让你半点事 你都不办 或许是她的声音太大 引起了外面丧尸的注意 嘶吼声和撞门的 砰砰声再次传来 我笑着开口 妈 你说话小声一点 我之前看过丧尸片 这东西眼睛看不见 是靠声音来定位的 你要是声音太大 丧尸多了 这门说不定就给撞开了 我妈还想骂我 可撞门的砰砰声 频率越来越高了 继父厌恶的开口 行了 别管她了 她现在在外面 起码没我们安全 黄婉英恶狠狠地补充一句 自私自利 祝你早点被丧尸咬死 我回了一句 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们 这话把我黄婉英气到了 她直接挂断电话 我又重新恢复了宁静的生活 如果不是刚刚手机看到的画面 我几乎都要忘了上辈子的惨烈 电话挂断后 我妈她们没有再打来电话 不多会儿家族群又有了消息 老黄 你们在家千万不要出门 咱们小区丧尸很多 接着发出来的是一段视频 手机画面里拍摄到的 全是歪歪扭扭行走的人 有老人 有小孩 有男有女 有些人不知道情况 吓得大叫 等待的结果便是被丧尸扑倒撕咬 不过几分钟时间又变成新的丧尸 黄婉英 好吓人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 妈妈 对 先去最近的超市 多弄一点物资 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 祭父没有再回消息 约莫半小时后 才又发了一条视频 视频拍的并不是很清晰 粗重的呼吸表示她也很慌乱 手机摇摇晃晃 但还是能看出来 里面全是疯抢物资的人 然而人多的地方并不安全 很快人群中便被丧尸突袭 尖叫声 哭喊声 乱成一团 黄婉英 呜呜 爸爸你一定不要有事 抢到就赶紧回来 我和妈妈在家等你 老黄 嗯 家族群又恢复平静 与此同时 我手机弹出了一条短信 市民请注意 陷阱及通报 我是出现感染不明病毒人群 感染者会出现类似狂犬病特征 传染率极高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请勿外出 如果您身边有被感染或者抓伤的人 请立刻远离 并立即联系警方 看来事情已经变得很严重了 为了了解外面的消息 我重新打开短视频 果然能刷到的视频 全都是丧失袭击人 以及疯抢物资的画面 超市里人山人海 有的人为了一包泡面大打出手 大妈大爷们的战斗力 也在这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们看到超市里的蔬菜 为了避免旁边的人抢到 不仅疯狂挤到最里面 甚至直接爬上去 一边把东西往口袋里装 一边用身体覆盖 避免被其他人抢到 可即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 大批人都涌入超市抢物资 又有丧失袭击 里面骚动的人群出不来 外面抢物资的人还想进去 鲜血 惨叫 场面混乱 宛如人间地狱 家族群这时候又谈出来一条消息 老黄 只抢到一袋面粉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现在就回来 接下来一连一个星期 家族群没有再出现任何消息 虽然外面依旧混乱 可政府到底给力 很快便出现了检测系统 就连地图也出现了安全区域 与非安全区域的标记 但凡有丧失出没的地方 都用红点表示 越密集的地方红点越多 我打开地图 我所在的周围 暂时没有被污染 但市区就不一样了 越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红点就越多 看得人心惶惶 虽然我家不是什么高档小区 但从上面红点的数量来看 也是重灾区了 电视现在还能看 里面报到的 全都是让民众不要恐慌 安心待在家里 还提醒大家 每天上传家里的情况 表示政府后续会将物资 运送到每一个 没有被感染的人手里 半个月后 情况已经得到了相对稳定 人们闭门不出视频 依旧能刷到 除了丧失撕咬人的画面之外 还有教大家在家里 培植黄豆芽 绿豆芽 有人物资匮乏 喊着自己已经饿了几天肚子 有人炫耀自己 囤到的物资 视频火爆 还有人各种晒 自己越来越精进的厨艺 包饺子 包包子 烤面包 人人都解锁了除湿技能 我也在无聊的时候 把后院的荒地翻过之后 撒上了之前准备的种子 直到这天 我又刷到了一个视频 定位显示是我家小区 更巧的是 拍到的画面正是我家门口 视频很模糊 看得出来是对面的人 把画面放大拍摄的 拍摄的人一边对准我家门口 一边喊卧槽 即便画面模糊 我还是认出了 在外面疯狂拍门的人是我妈 她趴在门口 衣衫和头发凌乱 仔细看胳膊上还有一道伤口 一边拍门 一边撕心裂肺的大喊 开门啊 老黄快开门 我求求你了 婉盈 你把门打开好不好 妈妈只是被抓了一道小小的伤口 你们看我现在都没有变异 证明我不会有事 我抢到物资了 真的 一大箱方便面 还有一些零食呢 婉盈 你是妈的乖宝贝 你把门打开好不好 然而等待她的 是黄婉盈和继父的谩骂 你没听说吗 别说是被抓伤 就算是嘴巴里见到丧尸的血 也会被感染 你现在没有变成丧尸 不代表一会不会变 是啊 妈妈 你都快死了 就不要来害我们了 我妈的声音很快吸引了丧尸的注意 几个丧尸已经朝着她狂奔而来 我妈只能放弃拍门 快速逃走 视频发布不过十几分钟时间 可我知道 我妈凶多吉少了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正当我涮火锅的时候 我妈的视频打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 画面里的她狼狈不堪 看到我正涮火锅 一下子忘了哭泣 舔了舔唇颤抖着问 我都快死了 你 你居然在吃火锅 我洋装不知情 问了句 是啊 想吃就吃了 妈 出什么事了 我妈突然笑起来 你还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要死了 我出去找物资 被丧尸抓伤了 可是你爸还有你妹 他们都不给我开门 随后她像是 想起了什么事的问 你早就知道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丧尸会爆发 所以问你爸要的车出门 找了地方躲起来 黄佩奇 你怎么这么狠心 就算老黄不是你亲爸 可你也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我不装了 笑着道 你也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拿我当庸人 拿我当奴才 却从来都没有拿我当过女儿看待 是 我是提前知道 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呢 你要不要看 我把画面对准了我囤来的物资 那些东西几乎堆了整整一房间 可你们不配 你们也应该感受一下 被关在门外的绝望 被丧尸活活撕碎的痛苦 话说到这里 我妈的脸色已经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她的肌肉不断抽搐 表情也逐渐变得猙獰起来 直到最后 手机滑落 我看到 她已经不再是一副人类的模样了 而是好奇地弯腰看向手机 因为手机的方向正传来我涮火锅 锅底煮沸的咕咚声 但她也只是凑上去秀了秀 随后歪歪扭扭地离开 而我也在这时挂断了电话 又过了三天 黄婉莹也打来了视频 但我没有接 视频不接 她又打电话 打了几遍之后 最后发来消息 全都是嘲讽的话 黄佩奇 怎么不接我电话 你该不会是被丧尸咬死了吧 好可惜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丧尸咬死 让我想想画面 那些丧尸肯定把你扑倒 然后撕开你的肚子 吃掉你的五脏六腑和脑子 哈哈 只要想到那些画面 我就很开心 看吧 我这个妹妹 真的是从里到外的恶毒 可惜啊 这次她要失望了 眨眼间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无论是妹妹还是继父 全都没有一丁点消息 我也没有再刷到 有关于他们的视频了 反而看到丧尸全球爆发的消息 国外因为管理问题 场面更加混乱 好在我所在的区域依旧十分安全 不像其他人 我没有发视频炫耀自己的物资 没有发视频炫耀自己吃火锅 就连晚上也没有开灯 尽可能地不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 一个人默默生活 就在我以为妹妹和继父已经死了的时候 群里又发了消息 那是继父发来的消息 老黄 婉莹 爸爸没本事 没有找到物资 反而被丧尸咬了 以后你一个人在家 要照顾好自己 相信政府 我看到他们已经在配送物资了 妹妹 我知道 爸爸 你是不是就在小区 能不能死远一点 你也知道 你死了以后会变丧尸的 你离我远一点 我就安全一点 爸爸 然而继父那边没有再回消息 我想 他恐怕已经彻底下线了 现在吗 终于到我眼的时候了 我打开和黄婉莹聊天的对话框 接着发了一段消息 可惜啊 我还好好的活着呢 这条消息发出去 视频立马打过来了 接通之后 里面便是黄婉莹 枯瘦如柴的模样 如果先前他还算得上是漂亮的人 那么现在只能说跟鬼一样 他看到我衣着整齐干净 甚至没有瘦 反而圆润了一些 有气无力道 黄佩琪 你 你在哪 为什么你一点都没瘦 反而胖了 我呀 当然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不缺吃喝 当然不会瘦 他两眼放光 到底是哪里 你能不能来接我 救救我好不好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直接拒绝 不好 救你干嘛 救了你以后 让你每天诅咒我骂我 拿我当庸人使唤 甚至推我为丧尸 他努力挤出一次笑容 怎么会呢 姐姐 我 我是你的好妹妹啊 只要你救我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我给你当庸人 任你使唤 我笑 迟了 再见了 我亲爱的妹妹 祝你好运 说完最后这句 我挂断电话 那天后 黄婉莹再也没有发了消息 也没有打过电话 而我也是隔了一个星期后 才尝试着给他打电话 不为别的 只为了确认一下 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然而 无论打电话还是发消息 甚至打视频 他那边都没有回应 我知道 当初看起来就已经枯瘦如柴的他 恐怕已经下线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种的蔬菜全都发了芽 因为我平时精心栽培和呵护 甚至可以采摘食用了 就在我以为 彻底见不到我妈他们的时候 我又刷到了他们的视频 那是幸存者录下的画面 凑巧的是 他们一家三口居然同框了 即便一个个看不出来当初的模样 可从衣服发型 以及稍微能分辨的五官来看 的确是他们 他们拖着僵硬的身体 像其他丧尸一样 一瘸一拐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 真好啊 活着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死了也是 我默默给视频点了一个赞 然后滑走 最后退出家族群 只是看到视频的第二天 我在刷视频 就看到很多幸存者 表示收到了政府阶级的物资 幸存的人 还拿到了政府给的净水装置 足不出户 默默等待那些在一线奋斗 在危险的地方挺身而出 努力想办法拯救全人类的人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能做的事不给政府添乱 默默等待人类战胜丧尸的那一天 丧尸爆发半年后 迎来一次大的失潮 我看过画面 相当恐怖 那些丧尸被消灭的时候 火光冲天 宛如人间炼狱 这段可怕的经历 足足持续了三年 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三年后 世界频道公布 人类已经彻底消灭丧尸 甚至还免费为幸存者 打了丧尸疫苗 人们可以再无畏惧 接种了丧尸疫苗后 历经三年封闭式生活的我 终于推开了那道铁制大门 驾车来到昔日繁华的城市 再也看不到曾经的热闹景象 据官方统计 这场丧尸已经夺走了全球大半人的生命 地球不再像曾经那样拥挤 看着太阳徐徐升起 我知道 无论对于我还是这个世界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还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